那说到收获 中秋前一周 我们也迎来了收获的节气 秋分 作为昼夜平分的日子 秋分象征着和谐与平衡 此时大地开始变得丰满 五谷成熟 硕果累累 在贵州人怀 沉甸甸的高粱成熟了 当地用一场别开生面的 开廉仪式 敬丰收过中秋 月到中秋 凤外鸣 今秋十节收割忙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现在就是在贵州遵义的 仁淮市长岗高粱基地 沉甸甸的高粱岁 挂满枝头 红红的高粱迎风摇曳 每到金秋收割时节 这里的乡亲们 都会用自己的方式 来庆祝红英子高粱的丰收 开廉仪式 庆丰仪式 飞仪表演等等活动 是精彩分成 您看那边 马上就要进行开廉仪式了 西方神社 五谷风天 今年的高粱又好了 大家各级各位 开廉强花红 出国好的老头 开廉仪式 随着组长的一声令下 位于东南西北四个方位的四支队伍 已经开始收割了 开廉仪式是咱们 仁淮高粱丰收采歌的传统仪式 而在开廉仪式当中的 抢花红 不仅是每年丰收节的 必备活动之一 也是咱们仁淮高粱丰收的 特有习俗 今天呢 艳阳高照气温呀也随着现场的气氛呢 是在逐渐的攀升 从现场可以看出 这四支队伍呢都干劲十足 大刀阔斧 气氛也是非常的热烈 花红呢 寓意着来年风调雨顺 五谷风登 也寄托着大家 对来年丰收的期望 您看 为了能够抢到花红 大家都非常的拼 在这种拼劲当中啊 我们也感受到了 他们的精气神 现场呢 也到处都是加油呐喊声 也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大家可以猜一下 究竟是哪支队伍 可以拔得头筹 抢到今年的花红呢 您看 涉仙到达的收割人员 将金秋的第一岁红高粱 连同红筹 捆绑在了滑轨上 第一个花红的落定 也意味着 今年咱们人怀的 红因子高粱啊 正式进入 全面的丰收期 太惊艳了 随着风字最后一笔的完成 传统的灯柏风台 即庆风的温室呢 也正式拉开了帷幕 行庆风礼 您可以看到 小小的舞台上啊 是贴满了各种形态的风字 近年来一系列 强农 贵农 富农措施 也增强了当地老百姓的 获得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 所以这个风啊 它不只是代表高粱风收的喜悦 更是承轻着老百姓 更是承载着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期许 灯柏风台也寓意着我们将一步一风收 简朴而庄严的仪式 也表达出了人们对大自然的敬畏和感恩 天地豪气 万物生长 以阴阳之巡礼 有赫红子高粱 现场真是仪式感满满 在这片广阔的田野上 风产风收有敌 只有将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明天的奋斗还会干劲更足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表演呢 就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采月亮 那此刻在我身边的这位呢 就是咱们该项目的传承人之一 向勇富 向老师你好 主持人你好 我们刚才看到 咱们这个表演 周边没有任何的保护措施 全凭勇气徒手攀爬 非常的危险 那一般这个节目 什么时候才表演呢 这个节目 一般就是在我们的风云过节 比如说春节彩杀活动 鲨鱼鱼鱼鱼鱼鱼鱼 中秋节 还有我们的红高粱风生节 都要表演我们这个节目 所以今天大家都来庆祝丰收 是这个原因 那为什么它要叫采月亮呢 这个采月亮的名字 就是我们苗家小伙和苗家姑娘 就是苗家小伙 要爬在十多米高的高杆上去 帮她摘星星 摘月亮 来表达自己的心意 原来如此 看得我心都快提到长这样了 在现场能够看这样一场精彩的表演 如果要用两个词来形容 那一定是惊艳和感动 在他们身上 我们看到了他们对这种 非遗文化的传承和坚持 也感受了到他们不畏艰险 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 让我们给表演者们 点个大大的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谢谢大家 老婆 您看我也接到了 满满的幸福 可以接到了 今天在这里 我们 共同一个美好的中球家庭 有抓住的好 幸福是奔斗出来的 我们大家辛苦了 今天我们春的干粮又放手了 请大家在这里 吃点丰收眼 希望来的越来越好 谢谢大家 幸福是奔斗出来的 这句话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是的 高粱红了产业新了 钱包股了 百姓笑了 您看这一桌的高粱宴 看得我是直流口水 那个造型还挺独特的 那是什么 这是用高粱做的中秋月饼 你尝尝 我尝一下 尝一下 哇 好软 这个口感非常实在 特别的糯 你看我们的高粱 不仅可以做出月饼 还能做出高粱八八 高粱汤圆等等等等 大姐 你们做的是什么美食 我们做的是 最好喝的擂茶 最好喝的擂茶 那我看看您这个里面还放了白芝麻 核桃 茶叶 南瓜子 花生等等 还加了点高粱 对高粱 今天我们的高粱丰收了 高粱丰收月月好运来 高粱丰收寓意月月好运来 那我得尝一下这个擂茶 可以给我尝一下吗 好 谢谢 这个擂茶喝起来非常的醇香浓郁 其实呢 这个擂茶不仅是咱们人怀当地的特色 而且还入选了我们尊义的非物质文化传统名录 在特别的节日里面 比如说过年呀 中秋赏月呀 丰收节等等 大家都会制作这样一杯擂茶 相互致意 祈求好运和幸福的到来 一口擂茶 一口高粱丰丰 我想这就是中秋最幸福的味道 来 让我们共同举起面前这杯 承载着丰收喜悦的美酒 怎么样 好 千许人间好时节 愿岁岁年年 常见中秋月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祝福华夏儿女 团团圆圆 幸福安康 中秋快乐